这个呢就是那个边境墙 紧靠着边境墙旁边的那个 就是那个工厂制销店 后面就可以看到边境墙 然后那个圆拱的就是那个Tijuana 那个市的一个标记 所以可以看到说好近 那实际上翻过那个墙就进入美国 这一进入美国进到这里面 也很难去识别这些人 所以昨天的那个冲突还是蛮激烈的 就是在这一块图上 他们想爬过来 后来被挡住了当然 另外也碰到一个原来美国军队的一个士兵 他已经复原了 他是当年在阿富汗待了九个月 原来呢他母亲叫洪珠拉斯到了墨西哥 然后他们从墨西哥又来到美国 所以据他的记事上说 洪珠拉斯的某些地区 他们的整个的暴力的行为是非常普遍 就不是说全部国家是这样 都是有一些地区在洪珠拉斯 所以他们处理冲突的这个方式 就基本上就是把人杀掉 很简单 这是他们的方式 所以呢他也是很担心说 如果说这样的一些人进到美国来 还是用那样的方式来做事情 那后果会蛮严重的 所以就是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洪珠拉斯人的后代 讲了一些这个情况 我至于真正打了 你怎么借了 怎么能处理冠军 还有练习军